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我们的美容达人 小文老师 嗨 大家好 看到小文老师 马上就觉得 是不是要来开始化妆了 没有 没有啊 先等等 我们这基础保养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 要来教大家 如何做基础的清洁 好 但我很好奇 为什么清洁很重要呢 不做清洁会怎么样 不做清洁 你的粉底 还有你的保养品 不只没有办法上之外 对 你久了之后 你的皮肤会暗沉 而且还会长痘痘 这样子很难盖 再多的遮瑕膏都盖不住 对 当然 那我们今天课程 要教大家什么呢 我们要教大家 如何基础清洁 然后你应该要准备 哪些小工具 然后来辅助你做清洁 对 当然我们也会教你 如何做你的皮肤检测 自我检测 然后最重要的 如果你要考取丙级症照 我们会教你一些小配包 好 听起来非常的有帮助 有很厉害对不对 那我们赶快来示范吧 好 老师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示范了 那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这个步骤很重要 我们不光只是卸妆 像评审就会看你这些清洁的用品 道具有没有准备好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清洁以前 我们先要准备三条小毛巾 三条小毛巾 毛巾呢 一个放在头部 那一个呢 放在肩膀的地方 OK 第三条呢 小毛巾跟大毛巾 然后覆盖在一起 那我们等一下就请model来示范 好啦 提醒大家呢 这就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在考这个丙级症照的时候呢 从这个步骤开始呢 我们的评审就已经在打分数咯 是 而且这个地方用反折过去 用反折咯 好 那我们用包头 把头发往后撩 然后毛巾放上来 脸部盖 往前拉 然后让脸完全是没有毛发 好 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行 清洁了对不对 对 那我们先介绍一些清洁的工具 那清洁的工具会有化妆棉 棉花棒 然后卸妆油 当然还有清洁的海绵 所以你在使用东西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客人的肤化 像它的皮肤其实就是最好的 因为它很年轻嘛 好棒喔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就是中性 中性就是它的油水分泌 就是非常的平衡 通常譬如说如果是混合型的 你的T字部位一定是有的 它就是干燥 那干性的话 当然就是你一看它就知道它的皮肤 会呈现有点红红的 尤其是眼睛下面这一块 会暗沉 因为它不循环 油性一看就知道毛孔 比较大 对 它非常的大 然后呢你上妆很容易就脱妆 好 那你比较中性一点的卸妆 所以一开始老师先准备了化妆棉 然后沾取一些卸妆的产品 对 然后如果它的眼睛有些眼妆 比如说防水的睫毛膏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稍微覆盖一下 软化 等一下你卸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那我们就可以从下面开始 好 从下巴 慢慢的往上 往上 所以这个顺序要特别记得 记得喔 所以从下面开始到往上 然后另外一边的时候不能够重复 好 要反过来 好 然后稍微清洁之后换眼睛 眼睛敷得差不多了 对 我们用的时候稍微把它再上眼皮 往上拉一点 对 由眼头到眼尾 这很重要喔 好 不可以往前 往前的话你沾的这些油 会跑到眼睛里面 懂 所以我们要记得由眼头 往眼尾来做擦拭 是的 然后有一些比较难清洁的地方 我们可以使用棉花棒 这些居家的小东西呢 其实都是这个卸妆的好帮手 是 好的 现在老师呢 在为这个我们的model 做这个眼睛的清洁 就是没有清洁干净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 这个地方会变颜色比较深 因为它会黑色素沉淀 黑色素沉淀 而且是不是也容易掉睫毛 对 没错 所以整个都清洁完成了 清洁溜溜 我们的这个妆呢 还有这个脏污呢 全部都被清洁掉了 对 接下来老师要用的这个是海绵 对不对 它有沾水 OK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 一样 从下巴 对 然后 这边 然后 过来 好 这个 再一次 第一面擦拭过了 再就是上下 颠倒 再擦拭一次 过来 其实这个很简单 就是要尽量用干净的那一面 来做擦拭 对 没错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海绵一定都要沾过水 对 好的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来进行清洁 对 洗脸 你可以用一个容器 把洗面乳放上来 你用刷子 对 所以洗面乳的部分 其实就只是 把它均匀地涂抹上去 就可以了 用的时候 当然你要稍微 有一点画圈的方式 画圈的方式 对 因为这样子 可以让你毛孔张开 对 好 那我们自己在洗脸的时候 有什么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 水温很重要 水温 怎么说 因为你如果是用太冷的水 你的毛细孔它是缩的 如果你用的是温水 它会张开 所以当你在清洁的时候去按摩 它有一些老肺的角质 或是油垢 它就会被清洁代谢出来 如果用温水的话 对 是不是也不能用太烫的水 当然 熟了 脸被煮熟了 其实你如果用太烫的温度 你久的时候 你的皮肤会缺乏弹性 会老化 对 所以温度很重要 好 老师那你现在这个步骤是在 帮大家把洗面乳卸掉 清洁 所以一样是要用画圈的方式吗 对 清洁完之后 你就可以稍微摸一下脸 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清洁的步骤 就做到这边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更多的知识 跟讯息的话呢 一定要上我们的 新北市职讯中心的网站 可以查询到更多的知识喔 惊istä 不用了 当然 уры Unders �� 。